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因为我自己现在就在做实验 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洗面奶 然后我们 其实我们的皮肤呢 本来就会分泌很多的营养物质 然后这些营养物质是保护我们的皮肤 不受外界侵害 然后我们就用洗面奶这种 强的 不管是碱还是酸还是中性的也好 它都是一些化学成分的东西 你用它来洗脸 它把你的保护层都洗掉 然后呢你再花大笔的钱 去买各种神仙水啊 各种这个那个的东西往脸上磨 就是再高级 再贵的这些神仙水也好 还是各种餐饮油也好 它其实都不如你原本脸上分泌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这些东西 不乏他们是想做到 接近我们人体可以自己产生的这种保护膜 保护物质保护油一类的东西 但是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 它没有那么完美 我自己就是不太爱用洗面奶的 然后我就发现我当时不用洗面奶 我的皮肤反而更好 就是更嫩更 更润 但凡我用洗面奶它就会首先变干 然后你就要擦各种擦脸油 还有一个想法是说为什么欧美人他们的衰老速度非常快 他们的皮肤老化的速度比亚洲人快很多 因为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用各种化妆品 用各种洗面奶 用各种所谓的高级营养油在折腾他们的脸 就脸就变得越来越糙 越来越老 越来越有问题 其实就拿我爸来说 我爸是基本上只是用清水洗脸的 他从来不抹擦脸油的人 然后他的皮肤就嫩嫩的水水的 也没有任何皮肤问题 也皱纹很少 就是你反而你去看你身边的人 喜欢折腾脸的人 他的脸 不乏那些所谓的蓬蓬胀胀的嘟嘟可以戳出水的那柔脸 他们给皮肤里头打了更多的东西 但是再过五年十年 你再看他们的脸会是什么样子 那除非他是一直去打那个针 一直去毒害自己的皮肤 因为我之前是做广告的 所以广告人呢 就是他天天绞尽脑汁 就是给你一个需求 让你为这个需求买单 当你信了 你就会信的 你就会特别的信 然后你就会为他需求买单 其实很多东西照理说是不应该 我们花这么多心思 花这么多钱去照顾的 就是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浪费 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很多的花工产品 就可以说是所有的 其实你想一想 都是有比较纯天然的方式去替代的 只是我们现在都被这个广告 洗脑了而已 去打理好自己就好了 在需要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吃的是 过度对自己的保护 其实它就是伤害 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提倡 减法收获 其实你慢慢减 减少你生活中的东西 你才会发现 其实你减的越多 反而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你的风格可能比较接近男生吧 男生的就像你说你爸爸一样 就是他也没有特别去用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是能保持皮肤上 他有的那些防护层 然后那些油脂的什么的 我觉得女孩子可能比较麻烦的是说 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很想维持 把我们的皮肤的粘力维持在某一个时间段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很担忧 自己会出现第一个 第一个皱纹 第一个细纹 然后一次的皮肤出现的毛孔 然后或者是说毛孔下坠 或者是这种部分的问题 我觉得对女生来说 这些东西基本上的刺激应该是蛮大的 然后纯粹用水洗脸没有不好 但是那个水可能也是 就是要小心用我们现在的水 其实也有很多的污染 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我的建议是说 最好是用类似像 说中游有主播的矿泉水 或者是什么部分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 我都是自己是自制化妆水 自制什么水 它其实也就是水 但我也有很多人说不要过度的去 比说以前我觉得我的肠胃不好 然后我就会容易出痘痘 然后那个痘痘就一直处在我的箱 然后我就在 我就一直很想去盖它 但是事实上 我应该出一个是我的肠胃 而不是去处理我脸上闹出来的东西 我稍微好了 我可能多多久不会再长 那它自己也就会痊愈 所以有的时候是你身体里面 发出来的讯号告诉你说 OK你的身体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脸上就会出现什么状况 那其实所有的化工产品 它都是有毒的 只是说我们太依赖它 然后我们就是想用其他的方式 去弥补那个有毒的部分而已 但是你没有发现是一个道理吗 就跟昨天我说 在空调房里运动 出汗是一个道理吗 我都会发现是一个道理的 那就是这个道理的 是一个道路的 你没有想过 就是这种道理的